中共官方周日通报称 5月28号中国单日新增本土感染病患 包括本土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共计215例 其中上海122例 北京21例 天津11例 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疫情 实际数字有待调查 东北疫情再起 5月28号吉林省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0例 此前中共官方称 与北韩接壤的吉林省部分边境地区 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土病例 辽宁省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例 都在与北韩接壤的丹东市 这一轮疫情的病毒株是Omicron BA.2.3 北韩近日疫情延烧 自5月12号爆发疫情以来 北韩隔天就新增了1.8万确诊病例 5月28号北韩当局称 国内发烧人数已经降到10万以下 日前中共疾控中心称 中国疫情有自边境向内陆地区扩散趋势 但并未点名是否与北韩疫情有关 新讨人记者赵凤华 江迪雅综合报道